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预测 如果政府不加紧社会疏远要求 人们对戴口罩不再保持警惕 那么到今年年底 全球将有近300万人死于COVID-19 到明年1月1日 美国的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一倍 达到40万以上 而在最佳的情况下 到今年年底全球将有200万人死亡 美国将有25万至32万人死亡 而在最坏的情况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 全球将会有400万人丧生 美国的人数则会超过62万人 今天开始迎来劳工节三天小长假 专家担心随着出行增加 秋季降温以及流感季节来临 新冠疫情或再次出现反弹 流行病学专家担心 类似于6月份阵亡战事纪念日 和7月份的独立日假期后的病例 激增情况或将再现 我们不想再看到 像其他假期周末之后出现的激增现象 紧急传染病专家福气表示 近期蒙大纳州 达克达州 密歇根州和米尼苏拉州等地 已经报告了令人担心的增长有局势 尤其是19至25岁的人群测试确诊率 正在上升 美国的新冠疫情 未见缓和迹象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三日表示全国新增1009人死亡 死亡人数累计超过了18.5万人 感染人数累计超过608万例 纽约州州张古墨表示 除非纽约警察局成立一个 4000人的社交距离执法工作组 否则拒绝恢复餐厅的堂食 古墨今年7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允许恢复户外的用餐 但室内的餐馆仍然被禁 导致约350间纽约的餐馆 对古墨提出集体诉讼 要求立即开放餐馆的堂食 并寻求20亿美元的赔偿 古墨回应指 全面关闭餐馆是为了减缓疫情传播 将与纽约市的官员商讨成立相关执法部门 监督食堂重开后的执法情况 报道指 纽约市的餐馆和酒吧自3月以来 已有近1000间因为停开而最终倒闭 电影花木兰今天正式在Disney Plus上线 想要观看需要支付29.99元 对于那些不想支付这些金额的观众 Disney宣布将于12月4日 对所有的订阅用户免费开放花木兰 在电影的首次发行到对普通用户开放 之间只间隔了三个月 花木兰将会是迪士尼有史以来 供应时间最短的电影 但由于疫情的原因与其他的一切产业一样 Disney也在学着适应情况发生的改变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 华语电视晚间新闻